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会把班尼倒挂在浴缸的上面 然后用高脚杯截班尼流下来的眼泪 当秋千也不忘踹上两脚 在班尼这样的悲惨生活下 两个人的感情越发亲密 他们更加坚定班尼是共同的敌人 在五周年纪念日的这天 丈夫买了一把匕首送给妻子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啥结婚纪念日送匕首 但是丈夫转身就把匕首扎进了一旁班尼的胳膊上 用来证明这匕首十分锋利 鲜血流了满地 但是两个人没有管班尼 亲戳了起来 班尼渐渐出现了幻觉 他发现自己的胳膊竟然在跟自己说话 喊着自己妈妈 虽然班尼觉得自己并不是 可是伤口不依不饶 班尼也就从这天开始喂养自己的伤口 伤口长得很快 从开始喝奶水就能满足 到后来竟然长口要吃辣椒 即使班尼觉得伤口不能吃辣椒 可仍然拗不过他 果不其然 吃了两口辣椒后 伤口开始冒烟尖叫 珍妮不得不找来花瓶里的水给他捡辣 这时门外闯进了一个警察 因为班尼给小孩吃辣椒这件事情 他要逮捕班尼 班尼奋起反抗 用兴趣击杀了警察 之后伤口竟然吃掉了警察的尸体 得到自补的伤口 扬言要做班尼的精神导师 班尼立刻拒绝 我不需要精神导师 伤口很开心 看来你已经成长了 接下来选择一个数字好吗 之后伤口询问 你选的是什么数字 班尼却说一开始就没选数字 伤口更加兴奋了 我猜到了 看来你已经成熟了 这时伤口开始变小愈合 他祈求班尼割开自己 班尼拒绝了 你再愈合兄弟 伤口却不这么认为 他大喊着班尼是杀人犯 没办法 班尼只能用尖刀再次划开伤口 接着伤口说道 你快死了 必须签署一个合同才能活下去 这次班尼受够了别人的差遣 他一刀刺伤了拿着合约的手 接着 家里的房子变成了爸爸的样子 原来爸爸的手掌也有过这样一刀伤口 影片至此结束 原生家庭的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童年的阴影如果无法克服 将会伴随医生 甚至复刻到下一代身上 伤口代表了小孩 受到来自父母的伤害和缺少的关爱 他爸爸本应该得到了爱 以付出的方式都给了这个伤口 这是一个自我治愈的过程 伤口好了也代表走出了阴影 从爸爸的伤口我们不难看出 班尼的爸爸也曾拥有过那样的一刀伤口 可爸爸并没有走出童年阴影 以至于现在他也这样对待孩子 这是一个关于教育讲给父母听的短片 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 记得关注点赞